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敲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,因为八十八万彩礼,我和相恋六年的男朋友冷战了,可我的赔价价值五百万。 他说我这是在逼死他。 这是我爸妈提出的要求,南方要给八十八万彩礼外加一套房。 房子写不写我名字无所谓,看南方良心,但必须要有。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,爸妈才同意我们结婚。 苏妍,我们六年的感情,要因为钱闹得这么难堪吗? 我看着她,我们家不是白要你的彩礼啊,我有陪嫁的。 一间商铺,两套公寓,婚后收租的钱都归我们俩,并且我现在开着的这辆宝马也归我们。 宋文轩的脸色很难看,我是没你家有钱,你爸妈也不用这么羞辱我吧。 你想多了,他们没有这个意思。 我不想掏空我爸妈,他们辛劳了一辈子,攒点积蓄不容易。 宋文轩说,苏妍,我现在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。 你都没有试过,更没有尽力去凑这八十八万,怎么就一口咬定没有呢? 我很失望,不是因为这笔彩礼钱,而是宋文轩的态度。 从提起彩礼开始,她就一直把拿不出我没钱,你再逼我,你爸妈再给我难堪,这种话挂在嘴边。 她从来不想着去解决问题,而是逃避。 我想,如果她带着满满的诚意,登门拜访我爸妈,好好地长谈一次,拿出男人的担当和责任来,说不定我爸妈就松口了。 宋文轩没有这样做,她只是不停地跟我吵,推着我去跟我父母沟通,她却不露面。 难道你要让我去借钱凑彩礼? 宋文轩的声音猛然拔高,苏妍,这是你想看到的。 心好累,我不愿意吵架,心平气和地问了一句,宋文轩,你到底想不想结这个婚? 宋文轩沉默几秒,叹了口气, 小妍,你跟你爸妈再商量一下吧。 彩礼我可以给,但能不能少一点? 至于房子,我们婚后可以自己奋斗。 爸妈平时对我很宠爱,也很纵容,经商多年,家底还算丰厚,对我可以算是有求必应。 但是这一次,他们的态度相当坚决。 我不懂他们究竟在想什么,现在我也心累得很,好吧。 我和宋文轩六年感情,我第一次如此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,没想过和他分开,更没想过嫁给别人。 宋文轩家的情况我非常清楚。 他有一个哥哥,跟他爸妈住在一起,去年结婚,今年生了孩子,房间不够用了。 他们家的意思是,先让哥哥买房搬出去住。 至于他,晚两年也没事。 如果我家坚持要彩礼和房子的话,那他哥哥就肯定买不了房。 我一脸疲惫地回到家。 我妈端着水果走过来,严严,怎么没精打采的呀。 妈,为什么你们明知道宋文轩家境不好,工资也不高,依然坚持要房子和彩礼呢? 原来是为了这事啊。 你们吵架了。 我点点头。 宋文轩怎么说? 我妈问,她是想办法凑这笔钱,还是不结婚了? 她想和我结婚,但是她没钱。 我妈只是笑了笑,她还说什么了? 她说不想掏空爸妈。 而且,她嫂嫂刚生了小孩,家里住不下,等着换个大点的房子。 哥哥要换房,弟弟要结婚彩礼,以送家的情况,只能满足一个。 我妈又问,你见到她爸妈了吗? 说过这事了吗? 我摇摇头,才跟宋文轩一提,就吵成这样了,哪里还有机会到她爸妈面前说这事。 严严,你什么想法? 妈,我和她在一起,不是因为她的家境,而是因为她这个人。 我很喜欢她,想和她继续走下去。 所以,我没有说出来,但是我知道我妈明白的,我一脸期待地看着她。 正巧,我妹苏宇这个时候回来了。 我妈把事情跟她简单说了一遍。 小宇,你也是家里的一份子,你什么看法? 苏宇是我的双胞胎妹妹,她性格爽快直接,我们姐妹的关系很好,无话不谈。 她沉思了几秒,简单啊,既然宋文轩拿不出彩礼,那我们家也不给陪价就是了。 我愣了。 或者,她拿出多少,我们家陪价多少,绝对不占她一分钱便宜。 苏宇说,她不是口口声声要一起奋斗吗? 姐,你就陪她奋斗呗。 我和宋文轩虽然是985院校毕业,但是现在的职场不好混,内卷加班严重,晋升很难。 我们目前的工资加起来才一万多点。 而陪价的公寓和商铺产生的租金远远超过工资。 小宇说的也有道理。 我妈开口了,我和你爸可以不要彩礼,那你的陪价也没有了。 以后的日子就靠你们小两口自己。 我答应了,好,我再跟她商量商量。 既然爸妈松了口,我也不愿意再逼宋文轩,再怎么样,我们俩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的。 第二天下班,我把宋文轩约了出来。 我跟我爸妈谈了一下,他们说,也不是非要彩礼不可。 宋文轩本来疲惫生硬的表情,瞬间就鲜活起来了。 真的假的? 他欣喜地问道,他们答应了。 对,我回家和他们谈了很久。 宋文轩很高兴,都笑了起来。 我都说了,只要我们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,比什么都强。 彩礼一丝一丝就行了。 你爸妈也不缺这点钱。 说着,他还握住我的手。 苏妍,我会努力工作,迟早会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 你听我说完。 我看着他,不要彩礼,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。 你说你说。 宋文轩压根没当回事,可能是觉得,没有什么比八十八万更让他为难了吧。 没有彩礼,也就没有陪价。 你不用焦头烂额想办法了,我也不用在你和我爸妈之间来回周旋。 宋文轩的笑容僵在脸上。 顿了几秒,他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,没有陪价。 商铺不给你了,公寓也不给。 是的,宋文轩接受不了这个现实,真的不给。 嗯,都谈好了。 我回答,不过车子一直是我开,还是会归我的。 宋文轩不说话了,表情重新变得凝重。 过了好一会儿,他问我,你觉得你爸妈这样做,合适吗? 我们给不了他们想要的,他们就不会给我们想要的,这叫公平。 我爸妈的钱也是辛辛苦苦一辈子奋斗出来的,我能理解他们。 宋文轩苦笑一声,苏妍,你现在应该很嫌弃我穷,没能力吧?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。 你是千金小姐,公不工作都无所谓。 结婚后,我能吃得了苦,你受得了那样的精打细算的日子吗? 我有工作,我可以拼,宋文轩打断我的话。 你现在是这么说,但真过起日子来,你没两天就后悔了。 以你的条件,一旦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,完全可以找到比我好很多倍的男生。 到时候你累了,跟我离婚,当不了富贵的少奶奶,也能当衣食无忧的大小姐。 我听得很不舒服,心里堵得慌。 没错,我完全可以找到各方面条件碾压宋文轩的男生。 可我没找,是因为我爱他,我要给足他安全感。 顾及到宋文轩的自尊,我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 宋文轩猛喝了一大口水,咕噜咕噜的。 苏妍,你爸妈不给陪嫁,那留着给谁? 你妹妹苏宇吗? 这我就不清楚了。 反正你们家就两个女儿,又没有儿子,不给你就是给她。 看着苏宇过得那么好,天天躺平收租就行,你心里会平衡吗? 宋文轩的话,越听越奇怪,怎么像是在挑拨我和苏宇的姐妹关系呢? 苏宇永远是我妹妹,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 她过得好是她的本事,我选择宋文轩,也是我自愿的。 再说了,有钱就一定快乐幸福吗? 嫁给自己爱的人,是钱也买不来的充实感。 我忍不住说道,我爸妈是有主见有思想的人,他们的资产想怎么分配,是他们的事。 如果苏宇结婚,南方满足条件,有财礼有房有车,那我爸妈自然会给陪嫁,不会丢苏家的脸面。 呵,说到底还是嫌我穷。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宋文轩,为什么事情总是朝着我意想不到的地方,开始发展了? 要彩礼,吵架。 不要彩礼了,还是吵架。 以前对我千一百顺体贴细致的宋文轩,现在如同一个陌生人,没有一丝温情。 姐,你也在这呀? 苏宇忽然从外面走进来,笑眯眯地打着招呼,我应该怎么称呼这位呢? 准姐夫。 我以为苏宇的出现,可以暂时缓解僵持的气氛。 没想到,她是来直接破坏气氛的。 我姐跟你谈彩礼的事情吧。 苏宇看着宋文轩,昨天在家也说了好久,就这么点事,值得掰开了揉碎了的讨论吗? 宋文轩不好给她白脸色,只能尴尬地笑了两声,你喝点什么? 我还有事,朋友在外面等我呢? 看见我姐在,特意过来打声招呼。 哦,好吧。 苏宇眨眨眼,其实我觉得吧,也别说什么彩礼陪嫁的,干脆你入坠我们家好了,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。 我吓了一大跳,赶紧在桌下拉了拉她。 这话不能乱说,苏宇却跟没事人一样,真爱无敌,入坠算什么呀,对吧?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。 这样的话,你家不用给彩礼,我姐的陪嫁照样会给,一举两得呀。 宋文轩的脸比锅底还黑,你喝酒了吧,说什么醉话? 我再怎么穷,也不可能穷到入坠这个地步。 哎呀,别这么激动嘛,都什么年代了,男女平等,入坠也就是一个说法而已。 你要是真的想娶我姐,又不想她跟着你受苦,入坠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呀。 顿了顿,苏宇又说,我爸妈很开明,不会看不起你的。 我快急疯了,你在这乱说什么呀? 苏宇这不是火上浇油吗? 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吗? 苏宇怂怂肩,我先走了姐。 宋文轩张了张嘴,最终没有叫住苏宇。 她喝了一声,连你妹妹都能这么看清我。 她,她性格就这样,大大咧咧的,你别介意。 苏宇,我们是真心相爱。 六年的感情,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也有数。 我想和你结婚,可是现在,你们家是在设置九九八十一难阻止我。 我无奈回答,每对准备结婚的情侣,都会不可避免地谈论这些琐事啊。 爱情是风花雪月,婚姻是柴米油盐。 我以前太自信了,总觉得我和宋文轩不会被世俗所打倒。 现在看来,世俗第一步,就要将我们打散了。 宋文轩认真地看着我,苏妍,你自己什么想法? 我没想过你入赘,也没想要高价彩礼。 没有赔嫁就没有吧。 我爸妈,她打断我,你爸妈,你爸妈,是我和你在谈恋爱, 是我们结婚过日子,为什么你总是提你爸妈? 你能不能自己有点主见,决定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? 我也彻底生气了。 宋文轩,你到底想怎样? 难道你拿不出彩礼,却还想要我的赔嫁吗? 有些话,说穿了就伤人了。 但是我正在气头上,说出的话越来越锋利,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没彩礼没房子,我也愿意嫁给你,还要我怎么表现我对你的爱? 非要我倒贴不可吗? 我们家已经退一步了,你呢? 你们家呢? 从头到尾,你爸妈露过面吗? 宋文轩,你以为我不知道吗? 你们家的钱,是打算留给你哥哥买房,根本没管过你。 你刚才还问我,我爸妈要是给了苏宇陪嫁,我心里会不会平衡? 那我现在问你,你爸妈给你哥买房,不给你买,你平衡吗? 我一股脑的全发泄出来,看也不看他一眼,拎起包就走。 他心累,他为难,我就好过吗? 夹在爸妈和宋文轩中间,我也难做人。 苏妍,苏妍,宋文轩追了上来。 我越走越快,眼泪速速地往下掉,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模样。 一上车,我立刻按下中控锁,宋文轩只能不停地敲着车窗。 苏妍,你冷静一点,先下车。 我吼了一句没什么好谈的,你自己看着办吧,直接发动车子走了。 透过后视镜,我看见宋文轩愣愣地站在原地。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吵过架。 在一起的日子里,宋文轩对我很好很好。 雨天,他会为我撑伞,遇见水坑会背我过去。 他记得我的生理期,会给我准备红糖水。 我晚上突然嘴馋想吃哪家的东西,隔得再远它,都会带我去。 同学们都祝福我,我也觉得,能够遇见它是我最大的幸运。 如今呢? 我知道它的家境,一直很小心翼翼地照顾它的自尊心, 包括彩礼的事,我也是鼓足勇气才跟它开口的。 没想到闹成这样,回到家我就躲进房间里,大哭了一场,饭也没吃。 虽然我没跟宋文轩提分手,但是也就差把分手两个字说出口了。 我妈估计猜到了,没来打扰我,只让苏宇给我端了一碗面送进来。 苏宇说,为了男人茶饭不撕还掉眼泪,太不值得了。 我吃不下,分手吧。 苏宇看着我,姐,宋文轩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爱你。 我摇摇头,我开不了这个口。 那你还等着宋文轩甩了你呀? 她不会的,她,苏宇追问,她她她,她什么她,她给不起彩礼, 又想要你五百万的赔价,还不接受入赘。 天上掉这么大的馅饼,就砸她头上了是吧? 我沉默了。 苏宇说得有道理,只是我心里不愿意把宋文轩想得如此不堪。 姐,你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? 给我说说。 我一五一时地都告诉了苏宇。 刚说完,苏宇还没来得及开口,我爸突然一把推开门, 行了,以后你也别跟宋文轩再见面了。 爸,她配不上你。 不仅仅是经济方面,人品也不行。 我爸满脸严肃,你嫁过去只会受苦,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入火坑的。 我急忙解释道,宋文轩她以前不这样的。 爸,你误会了。 她,盐盐,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,男人的那点算盘,我不比你清楚。 分手吧,别再和她交往了。 我没有想到,家人都在劝我分手。 我妈也现身了卧室门口,盐盐,就算现在宋文轩能够拿出八十八万的彩礼, 我和你爸也不同意这门婚事了。 为什么? 我爸回答,他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,早点断了你,早点缓过这口气。 户口本在我手里,你别想着做傻事,偷偷和她结婚。 我哭得更厉害了。 爸妈走了,临走前给苏宇使了个眼色,关上了门。 苏宇抱着双臂靠在墙上,也不劝我,也不安慰我,就递了张纸巾。 等我哭得差不多了,她才说道, 姐,你到现在还看不清宋文轩一家人的嘴脸吗? 宋家人? 苏宇掰着手指头,开始给我分析,他们家两个儿子,都得娶妻生子吧。 我们这地方又不是北上深,房价高得吓人,努努力还是能够买得起的。 但这么多年,就一直住在老房子里,都没挪过窝。 你嫁过去就是精准扶贫。 宋文轩那点工资,养活他自己都够呛,何况养活你们两个人。 别跟我说你自己可以赚钱,现在是有情银水宝,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贫贱夫七百事爱。 姐,你再好好想想,六年,宋文轩到底给过你什么? 除了那些是个男人都能做到的细节,他付出过其他的东西吗? 最后,咱爸妈也不是真的非要彩礼不可,也算是试探一下他,看他们家的诚意和态度。 结果,你现在也看到了。 苏宇把手机递给我,跟他说清楚吧。 其实,我不是恋爱脑,很多事情我心里有数,我只是不愿意去面对。 对,宋文轩这一次,确实也让我非常失望。 爸妈的道理,苏宇的劝告,我统统都理解也明白,但六年的感情,我哪里能够做到说放就放下呢? 微信响了一声,是宋文轩发来的,不吵架了,你前两天说想吃火锅,今晚我带你去吧。 苏宇看着我,我看着手机,我的手指落在屏幕上,始终没办法把分手吧这三个字打出来。 为什么宋文轩能够做到如无其事地说,带我去吃火锅? 而我却沉浸在悲伤里,根本走不出来。 难道,男人天生就心大吗? 还是他觉得,只要他哄一哄我,低个头,我们的关系又会恢复如初。 他在装傻呢? 姐。 苏宇直接戳穿,他以为不提,就能够当作没事发生吗? 等时间久了,大家都吵得心累了,他就这么无成本地把你取到手。 微信又响了,还是宋文轩? 他发来火锅店的位置。 我深吸了一口气,艰难又缓慢地敲下回复,分手吧。 发出去之后,我不敢再看。 手机却开始疯狂地响动。 文字,然后是语音,紧接着视频通话,狂轰烂炸。 我想要回复,苏宇比我更快一步,直接把宋文轩拉黑了。 我静静地望着窗外,真的只有到结婚这一步,才知道对方是人是鬼。 宋文轩就是想空手套白狼,还要惯以爱情的名义。 他的小心思,我都懂,只是不愿把我深爱过的男人,想得如此不堪。 如果他真的爱我,想娶我,他应该诚恳地跟我父母常谈,做出保证拿出态度。 他也可以跟他家人商量,给他哥哥买房的钱,拿一半出来给他做彩礼。 可从头到尾,宋文轩做了什么呢? 他什么都没说,他就一张嘴。 分手的后劲很大,光靠我一个人,根本走不出来。 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,整个人昏昏沉沉的,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 苏宇整天陪着我,晚上都跟我挤在一张床上,估计是怕我想不开吧。 虽然我拉黑了宋文轩,不过他还会用各种不同的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,也有给我发很长很长的短信。 我会借着上厕所的理由,偷偷地看完。 苏妍,我很想你,没有你的日子,我真的不我拿不出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。 这些天,我都无心工作,出了好几次差错,被领导骂。 我害怕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,又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 你知道的,我以前不会这样的,也是因为太怕失去你。 对不起,你原谅我吧,好吗? 看一次,我就哭一次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安保很严,进出人员都要登记,宋文轩肯定跑来找我了。 不过,就算他来了,我爸妈也不会让我们见面。 不出意外的话,我和宋文轩是不会再见到了。 其实,我很想当面和他说分手,给这段感情画上句号。 门铃忽然响了。 苏妍透过可是屏幕,发现是外卖小哥。 姐,你点了什么? 他一边问,一边打开了门。 我有些奇怪,我没点外卖呀。 啊? 苏妍这时意识到不对劲,可是,已经晚了。 只见宋文轩从外卖小哥身后突然窜出来,一手撑着门,迅速地挤了进来。 喂喂,你做什么? 苏妍喊道,出去。 你这是私闯民宅,我可以报警的。 宋文轩跟风了一样,跑到我面前,二话不说,扑通就跪下了。 苏妍,你为什么拉黑我? 不回我消息,不接我电话。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? 我猛了。 有什么事,我们可以商量,你不能这样冷暴力对我。 宋文轩,我们已经分手,他打断我的话,我没有答应。 我们还是情侣。 苏妍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 宋文轩,我警告你,马上离开我们家,不然我就叫物业的保安了。 我今天既然来了这里,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 宋文轩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。 我问他,你想干什么? 我们结婚,宋文轩说,我拿不出彩礼,也不要你的赔价。 我们现在一穷二白,但只要你选择了我,我肯定努力经营我们的小日子。 我保证,我赚一百块就给你花一百块。 我看着他,我忽然觉得一点都不难过了。 只有心寒。 宋文轩,你现在知道不要赔价了。 不要了,什么都不要了,我只要你。 那我刚提出来的时候,你为什么不答应呢? 为什么要阴阳怪气,还要内涵我和苏宇的姐妹关系? 宋文轩有些答不上来。 我,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,你不珍惜。 现在想要抓住了。 他的嘴脸,他的算盘,我光是想想都觉得一阵恶心。 非要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,他才肯退让。 何必呢?早干嘛去了? 这样的男人,我也不敢嫁了。 算了,宋文轩,我们好聚好散吧。 我深吸一口气,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 苏妍,你真舍得。 是你先放弃了我,放弃我们的感情。 我刚说完,门铃又叮咚叮咚地响了, 还有人在砰砰砰地敲门。 是谁? 苏宇摇摇头,不知道,我也不敢开门, 我先叫保安过来。 那是我爸妈。 宋文轩说,来谈我们结婚的事情。 我真是满头的黑人问号。 都分手了,他突然不要陪嫁了, 突然知道叫家长来谈婚事了。 苏宇直接骂道,神经病吧你。 保安赶到的时候,恰好我爸妈也回来了。 家丑不外扬,我爸妈虽然非常生气, 但只能铁青着脸让宋文轩一家进了门。 左右上下都是邻居,闹大了让人看笑话。 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宋家父母丝毫不讲道理。 八十八万也太多了吧,我们家最多给八万。 反正你女儿和我们家宋文轩在一起六年了,都同居过了。 你们是嫁女儿,再有钱也就那点陪嫁,不是什么金窝窝。 苏妍年纪也不小了,她可拖不起,再过两年都三十了, 找不到宋文轩这种条件的了,我都气乐了。 最后的结果,当然是不欢而散。 我爸气得直接拍桌子,除非我死了, 否则我不可能让我女儿嫁到你们家去。 宋母有一种市井女人的机灵,眼睛一转,立刻说道, 可以,不嫁就不嫁,那我们文轩入坠也行。 我看着宋文轩,你愿意入坠? 她迟疑了几秒,看了她父亲一眼,然后点点头。 嗯,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楚说道,可是我不愿意了。 都到了这个地步,我还点头的话,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冤重了。 我苏妍有这么嫁不出去吗? 宋家人就差把要钱不要脸,五个字刻在额头上了。 宋母摆摆手,你呀,别说气话,虽然你家有点小钱, 但也很难找到文轩这样名牌大学毕业的好男人, 对你百依百顺,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。 叔叔阿姨,请回吧。 我爸妈脸上露出一丝欣慰,估计他们也担心我会站在宋家人那边, 那他们真是要气吐血,我没有这么蠢。 宋文轩上前来,一把抓住我的手, 苏妍,你确定,同样的话,我不想说第二遍。 就这样吧,我们到此为止。 我抽回自己的手,看也不看她一眼。 宋文轩了解我的性格。 我这么坚决,是不可能有挽回的余地了。 好,宋文轩说,分手可以, 但是你要把我这些年送给你的礼物,还回来。 我没想到,撕破脸之后,她能一次又一次地刷新我的认知。 礼物。 她上大学的生活费都是靠兼职赚的,能有什么钱。 宋文轩给我买过最贵的礼物,是一瓶六十毫升的香水,价格我记得非常清楚,九百八十。 我给她买的衬衫、剃须刀、电动牙刷、睡衣等等呢。 算了,跟这种人,我没必要计较。 行,我一口硬下来,你算一下多少钱,我现在转给你。 我记不清了,宋文轩回答,回头告诉你。 没问题,你现在可以离开我家了吗? 宋文轩带着父母走了。 我把宋文轩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。 她列了很长的一个清单发给我,你看看,总记。 我直接把钱转给她,但是她没收。 苏妍,我不会收的。 我想告诉你,只要我不收下这笔钱,我们的关系就没断,我不同意分手。 我当你现在是在闹脾气,我给你时间冷静,有毛病。 我直接删除了宋文轩,这辈子都没必要再联系了。 我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,但没想到,宋文轩又干出了更加刷新下线的事情。 她到处跟人说,我闲贫爱父,要天价彩礼还要房子,逼她分手。 她还说,她很爱我,爱到愿意放低身段入坠。 不仅如此,她在社交平台上,天天发那种伤心的文字,把自己塑造成深情不移的人设,好像沉浸在被甩的痛苦里走不出来似的。 简直令人作呕,不了解事情经过的人,乍一听八十八彩礼加一套房,都会觉得是我的错。 而宋文轩只字不提五百万的赔价,她有意无意地把错都往我身上推。 不行,不能让她继续这样下去了。 我咬咬牙,这个亏我不吃,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。 凭什么我付出六年青春,无怨无悔地,到头换来这种结果。 苏语很是欣慰,姐,你终于想要反击了。 对,我早就看不下去了,但是看见你没反应,我也不好提。 苏语勾勾勾手指,来,我有办法。 什么?苏语说了她的计划。 我点点头,行,就这么办。 宋文轩就靠一张嘴到处造谣,根本拿不出证据。 苏语切了一声,而我们可以慢慢收集证据,到时候直接放锤,锤死她。 我注册了一个小号,并且,我把头像换成网图美女,把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,发了两条朋友圈。 一条是对镜拍身材,细腰长腿,背景是家里的楼梯和水晶吊灯。 一条是露出了豪车方向盘,我用这个号加了宋文轩。 她很快通过了豪友,你是?学妹? 哦,哪一届的?就比你低一届了? 我打着字,从同学那里听说你的事情,你分手了。 嗯,分了。 我一阵冷笑。 宋文轩给我发消息,口口声声说不同意分手,关系没断。 在别人面前,她又成认分了,真是又当又利。 我回复道,没关系,是她没眼光又不懂珍惜。 学长这么帅人又这么风趣,一定会找到更好的人了。 宋文轩,你呢? 单身吗? 行,她这么快就开始上钩了。 嗯,单着呢? 这么漂亮,不可能吧。 宋文轩连着发来好几条消息,车子是你的。 对啊,一毕业我爸妈就给我买了。 在宋文轩这里,我是单身美女,甜美可人,嘘寒问暖,时不时地跟她分享日常,表现出我对她很感兴趣,很崇拜的感觉。 她很吃这一套。 渐渐地,我和宋文轩每天都会联系。 她找我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 我会在合适的时候,趁机套她的话,学长,你还喜欢你前女友吗? 有点放不下。 但是有你的陪伴,我慢慢走出来了。 你这么爱她呀,她很温柔,很善解人意吗? 宋文轩,想多了。 她脾气大,懒,不做家务,仗着自己家有钱盛气凌人的,还让我给她洗内裤洗袜子。 处处指挥我,一点不顺着她就大吵大闹。 我没回她,因为这一刻,我连装都不想装了。 认识我的人,没一个说我脾气差的。 至于洗内裤袜子,根本是宋文轩自愿的,我从来没这么要求过她。 宋文轩见我没动静,又发来消息,她跟你没法比。 我和宋文轩聊得非常愉快,已经有些语言上的暧昧了,互相起了亲密的称呼。 她很想见我,发了几次邀请,但是都被我搪塞了过去。 一直这么拒绝她也不行,于是我主动给她打了语音电话过去。 我不吭声,给她发消息,我感冒了,嗓子有典雅就不说话了,但是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 她非常积极,态度十分热情,故意用那种要死不活的气泡音说话。 像是含了一口痰,还觉得自己的声音十分雌性。 聊了没多久,她那头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,文轩,在干什么? 哥,有什么事?又在跟女孩子聊天吧。 她哥说,这段时间天天看着你捧着手机傻笑,这时又有好消息了。 八字还没一撇呢。 她哥凑了过来,似乎是想抢手机,让我看看长什么样子。 哥,你别闹。 嗨,迟早都是一家人,还藏着掖着做什么。 美女啊,我们文轩可是很抢手的。 她前女友啊,死活要跟她在一起,现在还纠缠她呢。 宋文轩制止道,你跟她说这些做什么。 他哥继续说了下去,前女友倒贴五百万陪嫁,不要彩礼,不要房子,都想和她结婚。 是我们家不同意,娶妻得娶贤妻,不是供了个祖宗,对吧? 文轩可有本事了,你要抓紧啊,不然别的女孩子就把她抢走了。 哎呀哥,脚步声响起,宋文轩应该是把他哥给赶出房间了。 我面无表情地打字,学长,你不是说,你前女友又要彩礼,又要房子吗? 我看她怎么解释,嗯,我哥不知道情况,乱说的,你别介意。 哦,我回复了一个字,就挂断了语音。 接下来三天,不管宋文轩发什么,我都没回。 她开始急了,见时机差不多了,我给她发消息,如果你有时间的话,见一面吧。 我明白,有些事情手机里说不清楚。 宋文轩求之不得,一口硬下。 我选了一家市中心的咖啡厅。 人流量大,远处就是人民广场,有执勤巡逻的特景,监控摄像头也多。 我想的是,万一宋文轩恼羞成怒,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来,我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。 苏宇不放心,特意跟来了,戴着口罩墨镜坐在不远处。 我约的是下午两点。 宋文轩准时到了。 她给我发消息,你在哪里? 我在上洗手间,你先坐,十九号桌。 我说,好,喝什么?你点的,我都喝了。 宋文轩发了一个宠溺摸头的表情包。 我看着她坐下,扫码点了咖啡,捧着手机嘴角,还勾着笑意,一副得意又意气风发的样子。 估计她以为,没了我,她还能再找到白富美。 而且,比我温柔,比我体贴,比我嘴甜。 哼,天上哪里有这种掉馅饼的事情。 如果她没有到处散布谣言,诋毁我的名声,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些事情? 是吃饱了撑的吗? 是宋文轩太过分了。 我装作不经意地朝她那里走去,又不经意地看见了她,故意停了一下脚步。 宋文轩也注意到了我,抬头和我的目光对上。 她先是一愣,然后有点慌乱无措,下意识地往洗手间的方向看了一眼。 这是担心自己约的那位学妹,这个时候会突然出来,那她就有嘴说不清了。 严严,宋文轩站了起来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? 我不能来这家咖啡店吗? 没,我是觉得太巧了。 我点点头,确实很巧。 听说,你到处跟人说我甩了你。 没有,是他们非要那么认为。 宋文轩回答,我给你发的最后一条消息,你还记得吧? 我没同意分手,我们还是情侣。 我问道,既然你还当我们是情侣,那你站得那么远。 嗯,我怕离近了,你会不高兴,还真是会找借口。 一段时间不见,你倒是沉稳了。 我笑了笑,之前看见我,都是会立刻冲上来解释,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 宋文轩直直地看着我,好像很深情的样子。 严严,这么久了,你想通了吗? 通了,想得很通。 宋文轩有些高兴,但是又流露出一丝担忧。 真的吗? 宋文轩试探性地问,你原谅我了。 这个时候了,她还在权衡利弊。 如果我点头了,那么她就甩了那位白富美学妹。 我要是没点头,她还有学妹这条退路。 这算盘打得真是霹雳啪啦的响。 我没出声,而是朝她走去,坐在了她的身边。 她站着没动。 坐呀! 我说,处着干什么? 严严,我,我还有点不习惯。 宋文轩的眼睛,隔三差五地就往洗手间的方向挑一眼。 生怕那位学妹出来,撞见这一幕,到时候她的两条船都得翻。 我故意叹了口气,哎,现在连坐都不愿意跟我坐一起了,还谈什么感情呢? 没有,我,宋文轩被逼得没办法,只好坐下。 但是她没敢牵我的手,我却主动地挽住她的手臂。 宋文轩一惊,下意识地想要抽回,但是很快又发现自己这样做不太好,只能僵在那里。 我故意凑近她,宋文轩,那边好像有个女生一直在看我们。 她低着头,一动都不敢动。 是,是吗? 对呀,她朝我们走来了,哎。 对呀,宋文轩都紧张地咽口水了,飞快地抬头看去。 但是,没人啊。 她愣了愣,严严,你是不是看错了? 哦,是吧,不过你这么慌张干什么,都出汗了。 嗯,没有没有,我冷笑一声,你在等人吧? 没有。 宋文轩还是否认,并且试图拉我离开。 严严,我们换个地方吧。 我没动。 她劲儿很大,差点将我整个人从沙发上拎起。 宋文轩,我甩开她的手,拿起刚送来的咖啡,直接泼在她的脸上,你真不要脸。 她猛了。 旁边的人也猛了,纷纷朝我们这边看来。 你一直在等你的学妹是吧? 开着豪车,市区三套房,爸妈是上市公司高管。 我笑了,亲爱的,宝贝,乖乖,这你撑起的真是亲热又肉麻呀。 宋文轩满脸震惊,你怎么会知道? 话说出口,她又觉得自己说漏了嘴,连忙停住。 我何止知道? 我连你们的进展都一清二楚。 宋文轩想到什么? 脸色变了变,她其实是你的朋友。 你故意让她来接近我的。 我摇摇头,那你为什么会知道? 她百思不得其解,只有这一个可能。 我反问道,宋文轩,你有那么大的面子,值得我雇一个人来试探你吗?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,要把我们之间那点事闹得人尽皆知,给人家看笑话吗? 宋文轩又气又怒地朝我吼了一句,那到底怎么回事? 男人就是这样。 一旦被说中了心事,就会变得暴躁,乱发脾气。 宋文轩还算聪明,很快就想明白了,那个人是你。 对,是我。 我承认了,是我注册的小号。 苏妍,你真是,宋文轩半天都憋不出一个词来形容我, 想来想去,最后都只能说到,你无聊。 对啊,我就是无聊,所以才会去弄小号和你聊天。 我真是没想到,你满口的六年感情,爱如如命, 结果随便一个陌生不知身份的女人,就可以让你这么快地陷进去。 宋文轩的胸膛不停地起伏,脸色胀得跟猪肝似的。 旁边的人听了这么久,大概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 所以,看向宋文轩的眼神都带着笔衣。 苏妍,你爸妈拿彩礼羞辱我,你现在装白富美,用小号加我, 真觉得我很好耍,对吗? 宋文轩的太阳穴都秃秃直跳,有什么意思? 是没意思? 那你又何必要到处说,我们家要高价彩礼,要房子, 却只字不提我五百万赔价的事情, 把你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。 宋文轩理亏,根本没办法反驳,凶得像是要吃人。 再这样下去,恐怕出事。 苏妍跑了过来,拽着我离开,走。 我爸妈去了一趟宋文轩家,将现金交到了他父母的手里。 我们家不占他一分钱的便宜,他父母收下了。 我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,讲述我和宋文轩的事情。 彩礼,陪嫁,入赘等等,我都讲得清清楚楚,绝不含糊。 而且,每一件事,我都有聊天记录作证。 包括我注册小号,故意去撩他的事情,我也写了。 我把这个号的聊天记录一并贴了上去。 我知道我的这个做法,并不光明磊落,可是是他不讲情意在先。 他到处说,我要彩礼,我甩了他,搞臭我的名声,让我的同学、同事怎么看待我。 我怎么继续生活下去。 宋文轩一边跟我说,他不可能同意分手,一边又自称是单身。 我不这样做,怎么撕得开他的真面目。 六年感情,我从不曾亏欠他。 最后没有走到一起,我也没有任何遗憾。 网上的声音很多,而且,因为帖子太火,被人搬运到了各大社交网络平台。 一时间,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声音。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我的,站我这边,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。 还有各种人身攻击我的,我没上网去看,注销了账号。 因为对我来说,都不重要了。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,因为我从头到尾都问心无愧。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 偶尔会有朋友跑来跟我八卦,送文轩的近况。 有人说他跳槽了,有人说他去了大城市,但没多久又回来了。 还有人说,家里给他安排相亲,他都没看上。 他看上的看不上他。 送文轩过得怎么样,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? 好了,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观看。